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欧洲精品中国买单 南筹企业要赚全世界的钱 减少营运开支 达到利润极大化 从生产到销售 都难以脱离中国的影子 我觉得这真的讲到 美国和中国的技术技术 和中国的技术经济系统 是和有的 美国企业 中国的工业 像是有很大的工业 中国的工业 在中国的工业 在中国的工业 我认为这会 很难受到地球的图案 这一定是很糟糕的情况 中国环保条件日益严苛 生产成本也不如以往 具有优势 再到疫情时期 严格的风控管制 还有无恶战争后 紧张的地缘关系 各项条件都让国际企业 不再对他们垂涎三尺 近年来企业都在思考 透过供应链移转来降低风险 然而在中国政府解除清零政策后 中国却像条件很好的前任情人 让大企业想放却放不了手 巴黎爱马仕去年在中国 新开三家精品店 让品牌第四季在亚洲的销售 和前年相比激增了23% 同样是精品业 LV路易威登集团 中国地区占全亚洲业务的80% 第一季财报公布 营收超过7000亿台币 年增高于市场预期 在亚洲的销售表现 也超过美国市场 德国车厂保时捷 光是在中国 今年第一季就卖出了 2万1000多部车 是保时捷全球最大的市场 而保时捷所属的福斯集团 也决定挹注10亿美元 在中国建造新的电动车发展中心 从精品到超跑 中国是西方企业 舍不得也离不开的市场 在电动车的红海市场 中国特斯拉频频启动降价策略 要和中国本土车商强势战 如果马斯克听美国政府的 实行和中国脱钩锻炼的商业策略 伤的肯定很惨重 所以马斯克5月底亲自访问中国 不但不搞脱钩锻炼 根据中国外交部引述 还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是连体因 抵制对方走自己的路 显然不是企业选项 马斯克三更半夜现身超级工厂 鼓励为他卖命的中国员工 但快闪行程中更重要的是 见了中国副总理丁薛祥 外交部长秦刚 吉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 与政府高官跟相关产业老板拜码头 马斯克要确保他的MegaPack 大型储能电池厂 可以助未来特斯拉一臂之力 中国政府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政策 而对特斯拉有所刁难 马斯克仿中为他的电动车事业铺平了路 也让中国政府不失面子 不止马斯克 苹果执行长库克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 路易威登的阿尔诺 和星巴克的纳拉辛亥 各家大企业的CEO 联媒到访中国 和政府产业大牢献殷勤 显示中国的影响力 在疫情解封后回稳 美国以及其他抗中的势力 必须及早备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